您现在来收看的是产业先锋队 嗨大家好我是宇凡队长 欢迎收看我们的产业先锋队 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五 有人会说 哎呦今天是黑色星期五吗 这大盘今天有点可怕 等一下看一下大盘 因为昨天呢 PPI指数公告了是高于预期 也就是说 哎呦指数好像不是很好看 所以呢 昨天的美股也形成一个 拉回的走势 那当然呢 大家会心里想说 哇今天这不是完蛋了 今天我们的盘中 大概我看了一下 它跌了125点以后 我开始收敛了 我在录影的时间点翻红了 那这个指数翻红呢 当然大家想这全值股 是不是已经到一个 差不多的地步了吧 那不然 可是大家会想说 那海公公不是最近 被法人一直摧残吗 然后摧残摧残 对啊 对啊 所以说跟大家讲 就是说一般来讲 大家说低点到了 可是没有啊 我有跟大家讲 你看它的低点 你不要以为说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新低 它就是新低 因为呢 第二天它可能还有新低 第三天它还有可能有新低 那么新低 我们要确认 确认的低点是在 它已经止跌后了 连续三天不再创低 那才叫低点 可是呢 你这样看 红海是不是也卖的差不多了呢 好像是耶 因为投信昨天又又狂K 好吧 那这样子来看的话 那就是把人在调节持股 大型股 把人在调节持股 可是小型股呢 我觉得很热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如果是看指数去操作股票 不是这么稳定 但是呢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档 重新复活的股票 就是那个储制 有没有 你还记得印新吗 当时我们跟大家讲的时候 后面直接攻了四天 中间都是有拉涨停板的 那个是什么样的股票呢 是BBU的股票 有没有 我们那时候讲的时候是在这里 BB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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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后来去抓去关了 就是注意变处置嘛 这涨得太急了 股本又小 好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放出来之后呢 变成说 放出来之后好像复活了 而且BBU有些股票 真的在复活当中 为什么 它没跌很深 那难道BBU这件事情是不存在 不 BBU是存在的 那也就是说呢 辉达讲到了所谓的这个 BBU的这件事情以后 BBU大涨特涨 就叫做超涨 超涨以后呢 又把它跌回来了 那跌回来以后呢 又变成空间又出来了 我告诉大家这很妙 有点像那个机器人 以前很会涨 后来休息了一阵子 然后现在要复活 复活之路呢 又碰到一些障碍 当然短线上会有一些卖压 所以我还是一直觉得 我们现在目前选择的股票 你第一个要有题材 第二个就是获利层面 所以不断的提醒大家 所以我看一看 昨天有跟大家讲的那张股票 是不是今天也是震荡的很大 震荡很大呢 震荡大 那看一下 早上72块 72块70高点 就打到什么68块2 然后在那边震荡震荡 现在在平盘的附近 成交量已经冒出 3万5千多张 你看有没有可怕 昨天成交张2万2千张 现在3万5千多张 昨天外资 昨天外资是站在买方买了这么多 你看5759张 昨天的外资是攻到高点 攻到涨停 好 我就讲说上了季线以后 你这个量能放出来 然后大家就会注意 因为昨天涨停买的股票不多 大家都会注意哪些股票 尤其是机器人的部分 核酸昨天涨停了 所以大家今天盯着看 早上我看他在戳的时候 试戳盘的时候 他还戳亮灯 那么你就不是大家会想象空间 哇那今天 昨天外资这样大买 今天一定会在攻哦 所以我跟你讲 今天当冲一定很多 当冲进去了 那就加上短线可以有获利调节 卖压的 超热闹的 短线就很热闹 那各位 我还是这样讲了 如果你能够去洞悉 比如说那个股票的卖动的话 基本上 你可能该切的时候就要切了 今天细光是也相当不错 我们看到那个博通的财报相当不错 所以呢博通相关的概念 包括像智邦这一类的股票 今天呢又有发挥的空间 川普啊 没事去给人家敲个钟 然后敲完之后 那个美股又没涨 他说美股上涨都是由于他打败 美股的美股的这个上涨 是因为他打败了拜登 那个时候一个总统在讲话的时候 也就觉得很妙 好像蛮目中无人的 川普就很有意思 他讲话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回归到基本面来讲 就目前所知道的这个美 美国跟加拿大跟墨西哥的关税 这个当然川普是想要加他啦 但呢加拿大现在的各个省已经在开会了 要怎么去反制他 所以呢这个关税大战可能要等到1月20上任之后呢 就是要开始开打了 没有人会甘心情愿被K啊 所以呢就会有反制行动 那以后就会很热闹 但是呢股市呢能不能循着长轨来进行 我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走的是一个基本面的一个范畴 第二题材面在发挥的时候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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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看一下新胜利怎么样的来反击 新胜利已经连续跌了好几天了哦 我来看筹码结构哎 这个这个近期都有量哦 因为六六亿多股本的股票呢 这个成交量还还蛮丰富的哦 那我看一下新能高哦 这些都是过去的BBU 我现在讲的就是BBU的复活 BBU的复活你看不是大概看一天哦 你要看他是不是能够连续下礼拜能够继续抢哦 短线会有人去抢你要说我要去看哦 那股本晓得这个硬心哦 才刚放出来的哦 他跟BBU有太大的关联性了 我要再讲因为他的他大客户是谁 大家还记得吗台达电 对不对他大客户就是台达电 所以你要去谈BBU那肯定是台达电 但是他股票几乎已经回到原来的起账点哦 我现在跟大家讲很妙哦 这个已经打回来了可是你看哦 好就算如此他的股价还在什么季限之上 然后股本只有3.9亿好 那这个这个很妙哦 如果BBU复活的话他还真有可能再亮灯哦 这是我现在目前的看法哦 好来看一下有关于机器人的部分 我们过去有跟大家所报告的那个像雅光啊 我现在讲镜头哦 基本上特斯拉最早的特斯拉你去看一下 特斯拉应该是我们在近期里面看到最强悍的股票 不断的在创高 虽然他有点拉回了但是他是不断的在走高 所以呢看起来呢特斯拉的未来等川普上任以后 我觉得他未来应该相当不错 可是大家会说我们现在已经走高了 那我们先把特斯拉概念股拿出来一看 你知道雅光啊他是纯粹的特斯拉概念股 我过去有跟大家所谈的说 他不但是原始的特斯拉的概念股 而且马斯克要发展的是机器人 所以雅光会是眼睛对吧 那他是眼睛属于机器人的眼睛的部分 我们就用个联想的角度 原本的特斯拉工艺念难道切不进去机器人这一块吗 我觉得当然切的进去 所以呢近期的雅光呢 投信呢就开始呢就是陆续的在买 买买买买买买 开始陆续买 这也很妙 那当然呢外资也没有做什么太大的调节 所以雅光的股价呢不断的开始电高 我把这个线放大一点给大家看 你看哦 他是低点电高 然后高点一直不断创高 是一个上升轨道 如果这样子来看他是一个上升轨道 即将要触及这边呢 他开始挑战前高 挑战前面的反压 在这个情况之下 可不可以印证一句话 那一句话就是 年底不拼市值更待何时 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的 年底座上他存在 年底座上他存在 即便是大盘压回来 都要给大家有机会去看 有没有机会 你压回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 我可不可以来上车 不然你要用追的吗 对吧 不然就要用追的 那用追的又可能会追高 为什么 开高有时候会走低 就像我们今天早上看到很多的股票 都是这样 好像要开高 就中间去杀低 中间其实 我觉得是有机会 可以去捡便宜的 所以呢 那么不就好家在 今天大盘还是上一个震荡盘 坦白讲 这种震荡的盘势里面 反而你可以看出 那个股票的抗跌性 加筹码的稳定度 为什么要讲筹码的稳定度 第一个你如果打下来 打下来是一定会 盘势不好的时候 你难免会有些筹码想要抗 甚至我讲的当冲的这些筹码 但你打下来以后 它的抗跌力道很重要 也就是说我下档的支撑 它很重要 为什么 未来要能够反攻不能节节败退 那你说节节败退会是什么样的股票 最容易 我告诉你 法人有一缸子的股票 他在卖的时候 因为散户扛不动 两种股票 这两个你一定都知道 一个是台积电 一个是鸿海 这个是法人要买的时候 你也不要去拦他 反正一直疯狂的往上买 他就会开始往上涨 第二很简单 第二反而在卖的时候 你也挡不住 因为散户不可能去扛 这种这么大股本的股票 好啦 那鸿海你要不要直吻 来各位请看鸿海 今天最低点又出现了 187的低点 就要看他收盘了 你看你现在能够确认他低点吗 对不起不能确认再讲一次 所以如果你先要去买鸿海 那你怎么不去看看 我们昨天有讲说 你可以去看看广宇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股价没有很高啊 虽然昨天这根上引线的 也是外资卖的啊 4800多张啊 对吧 对哦 4800多张 那我们就要想个空间 既然鸿海要把资源丢给广宇 那广宇的未来的 他的空间就会比较大 而且股价也比较便宜 而且股本也没这么大 即便是外资有在卖 他不会把他卖倒 这才是重点 对吧 那好吧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好看的 来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整体的盘面上 我发现有件事情很重要 这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的需求是存在的 举例 我讲的BBU他需求是存在的 可是BBU 因为太多人混进来了 所以我也是BBU 我也是BBU 大家都在讲BBU 一大堆的这个就是 获利面也没那么好的 其实也打不进BBU的 这些公司也都混进来了 好 那我们就从这里面再检视 那如果族群性里面 股票没有这么多 你是不是很好 很好就能够察觉 很好就能够检视出 这股票到底有没有机会 举例好不好 我现在讲铜箔基板 麻烦你告诉我三档股票就好 我们不要讲什么上游 上游不上游 铜箔基板三档股票 你现在可以立刻回答 代表你对这个产业是有了解的 你讲完了吗 换我讲嘛 台光电台药联帽 对不对 你说上游还有谁 京居嘛 好 来台光电是吗 来看一下台光电近期在怎么走 600 台光电600了 我把这线先销一下 台光电600了 台光电还会再涨吗 你一定想说 那当初就讲台光电 股价有比较高 可是谁在推 外资跟投信一直在推 对他们很喜欢推高价股 因为我们很多小散户 所谓的小散户就是资金比较小的 你要说到大户他根本就不怕 因为他本来就喜欢做高价股票 你知道高价股票有一种什么好处吗 高价股票就是好处就是 散户朋友不太敢跟 那他可以去拉得动 而且大户喜欢做这种高价股票 那很妙齁 那如果这样子来看 他筹码是不是相对稳定 筹码相对稳定 因为投信在买 外资也在买 我讲了 土洋合作的情况之下 这股价就往上拱上去了 好了 当台光电 因为铜波基板的龙头就台光电 好台光电到底什么题材呢 上次有跟大家报告 我找一下台药题材给大家看 基本上都一样 我们找一下 那应该台光电台药应该都不错 对都不错 我来找一下 找一下台药 好 好了 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台药的整个 基本面我再讲一次 因为毕竟 除了台光电之外 你就要参考就是台药了 你就参考台药 为什么呢 简单来说 M8材料 这就是台光电之前 我们在谈的所谓的M8等级的材料 这个是伺服器里面相关的 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妙的东西 叫做UUB 队长没有讲错 是UUB不是BBU 是UUB UUB叫通用机板 这以后再跟大家讲 通用机板 你知道吗 这所谓的GPU 要连到一个东西 再放到通用机板上 要放到UUB上面 所以他不是BBU 所以M8材料跟低轨道卫星板 大家请看 台药的低轨道卫星板 这个材料的部分有一个M6 一个M7 一个走地面 一个走天空 因为有一个东西在送认证 有个东西在送认证 所以呢 看起来呢 如果用台药的基本面去看的话 那好像也没问题 台药 台光电已经涨到600了 不是吗 台药呢 是不是有机会 到那个位置 看一下 是不是要看一下台药 刚刚看完台光电 就股价不断的往上攻 台药昨天好像也不错 但是呢有被K下来 对吧 被K下来 好了 来了 谁K的 外资 土阳不合作 投信小买 你看这一天 土阳合作 股价上去 投信买4000多张 外资买3000多张 这个 礼拜二 直接上去了 对不起 礼拜三 礼拜三直接上去了 昨天 公上去 结果呢 外资在那边K 同样的 他碰到一个什么 比较微妙的地方 是因为他碰到这前面的反压区 这193 所以有压回来 但是呢 你从整个的线型来看 他仍旧是一个多头格局 什么意思 沿着五日线呢 对吧 没错吧 好吧 那就是强势 而且今天大盘在震荡 他也是稍稳稳的 稳稳在那个地方 所以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要问大家 如果今天你去看西光子的股票 我先给大家看 那个常常被关紧闭的那个 大家最容易去看的 联雅 你又出来 联雅到底被注意几次被关几次 联雅出来的时候 大家来看一下 各位观众 399.5 399.5 这边398 399.5 在创高 可不可怕 9.2亿 问一下联雅一定赚很多钱 对不起 前三季他是-0.68 -0.68 要来到400 -0.68 400 那你会觉得他没道理 对不对 没有什么太大道理 说的也是 你要去想想看 这种股本不到10亿的股票 他的筹码结构到底有多稳定 每次被关的时候 还稳稳的在那边 结果一放出来 就要立刻来创高 这就是细光子 我们讲的这些所谓的光通讯 CPU的这些股票 我觉得有点夸张的是 可能你用基本面具 没有办法去表述 就是说他到底能够赚多少钱 能吻合他的现在目前的股价 但是我讲一个重点 就是有人要去操作他 这才是重点 好吧 那所以我们很多股票我们就看 那我们刚刚讲了 刚刚除了台光电 除了台药 那我们回到金居身上看 你会发现金居 前面三季赚了2.88 去年全年赚了2.11 这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代表 今年确实有转好 好 我今年的获利确实有提升 那就问一问 那台光电创高了 台药也在往上走了 金居怎么还这样 我告诉你就是股性 哈 金居的股性 过去让大家都觉得 你不太会涨 要涨不涨的很讨厌 好吧那你现在是不是 在季线上这个附近 你看在季线这边整理整理 你说来电高一点 放量的还不赶快上推 你就是很讨厌啊 股票就有一种股性啊 有些人就说 他股性不是很好 真的啊 我说实在的 我讲广语股性也不是很好 真的 如果你这样看 我给你讲 红准过去的股性也很不好 但红准突然飙了一阵 有没有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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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攻 很奇怪 攻完了休息了 好 那你就看广语会不会 也跟 也跟什么 也跟红准一样 突然忘掉他自己原本的股性 开始活起来 这是我现在所看到 可能接近年底啊 你必须要去攻击的很多股票 站在这个位置上 就是我准备好了 要开始攻击了 但是上党是不是有压力 有 上党会碰到一些压力 再把它压回来 好压回来怎么办呢 我先讲啊 第一个就是支撑啊 第二个呢 你压回来你要有人去跟 那跟什么呢 简单来说 第一个 我们讲的概念题材 往往去跟国外的股票去联动 比如说特斯拉很强的时候 我们就关注特斯拉概念 对吧 然后呢 回答很强的时候 我们又回到AI AI伺服器相关的 各位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 现在盘面上的风气 会是这样 跑来跑去 自信这样子跑 跑跑跑跑 你很难跟 我先讲真的你很难跟 但是呢 你到最后你会看到一个端倪 是什么端倪呢 有些股票是这样啊 好 我举个例子给你看 最近有人说这档股票 不叫金像电 叫做 叫做金像链 为什么叫金像链 他说 那个股价好不容易从低档啊 就开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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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啊 好像带了金像链一样 金像电 对耶 还不说 喔 金像電還慢慢就這樣子 蹲蹲蹲蹲蹲開始往上了 是吧 來 各位 來 金像電228.5 你覺得金像電是來這個位置 它算是很高了嗎 我們要看看過去了 284 所以你220幾 你覺得它是到頂了沒 好 我先問到頂了沒有 金像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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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像電就是網通 你要算網通大廠嗎 對啊 沒有錯啊 那如果用PCB來講的話 金像電它能夠復活 我就來算一算 我再怎麼算喔 那些PCB的那些廠商 確實有機會在年底再繼續 繼續跟金像電一樣 為什麼這樣講 金像電很難得 那先跟大家說 因為通常往往都要靠法人推 那如果我現在目前看到金像電 開始的奮力的往上攻的話 那你就會覺得什麼男子電 這一群股票 是不是高計 這一群PCB的 有沒有機會 在年底之前 各位 今天幾號 12月13 年底 好喔 年底 半個月 我問一下 如果今天要做帳 請問 我們下禮拜要更積極 下禮拜要更積極 那不然你要等到最後嗎 過聖誕節那時候再來做嗎 來不及啦 股價先拉高起來 那股價一動就會有人跟 這就是道理 股價不動沒人要理你 好不好 大家都在看盤面上熱門的股票 誰去管那種現在在盤面下的 對吧 你今天看盤面下的一堆啊 很多啊 盤面下的 過去很夯的股票現在是打到下面去了 對啊 沒有動好沒有動 所以你不會去看這個所謂平盤下的股票 你一定會看現在正在紅的 現在有氣勢在往上走的 尤其是今天的BBU 我來跟你講 BBU喔 BBU上一次炒的實在是有厲害 但是呢你現在回過頭來 我到翻到現在都還沒有翻到那些 全部在平盤上的 因為這邊都是翻黑的股票 有的就在平盤附近 但是呢 如果慢慢轉轉轉轉轉轉 轉到這裡來已經在平盤了 所以後面是不是很多股票 對後面很多股票都在平盤下的 好了 我們現在翻過來了 在這邊看 你會看到說有些股票就在平盤附近 看起來似乎還穩定穩定 因為大盤呢現在目前上漲48點 以他今天曾經下的100多點來看的話 現在再往上翻 為什麼 台積電開始在翻呢 台積電開始翻了 對吧 台積電本來還晃在那邊平盤附近 或者是壓回來 好 台積電開始有點上漲了 這尺數就好 但是台積電等一下可能會拉回啊 就在平盤附近 所以他就在紅盤 平盤 翻小黑的附近 在那邊遊走 那各位 你看喔 你仔細看喔 從我們早上開盤到現在 我們的大盤是這樣的變動的 是一個震盪盤 對不對 這叫震盪格局 在震盪格局裡面 打下來的過程裡面 有很多股票 他那時候是翻黑的 可是現在呢 很多股票呢 他可能接近平盤 或者是翻紅 那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在震盪過程裡面 有股票被洗掉 就是我那個 我不想留了 我就賣掉 往下賣 可是沒有想到你往下賣以後 沒有多久 那股票又翻到平盤附近 甚至翻紅 各位 代表什麼 這種股票熱門 他是有人要參與的 他有人要買的 所以越接近年底 這種盤勢怎麼看呢 就是震盪下來 我們要找時機去撈股票 撈什麼類型的股票 看當天的熱門 跟你說熱門不會一天 熱門大概一天兩天三天 都有三天的光景 如果這樣子來看的話 那似乎呢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答案 如果假設 我先假設 因為我們還沒收盤 等一下他有可能亮燈漲停鎖起來 那代表BBU的股票會回來 是嗎 你去慢慢看 如果他也有可能去亮燈漲停 就代表 因為他亮出來了嘛 簡單來說他們從 他們從低檔啊 這一個回撤 我現在回撤 我要到月線 然後這樣彈上來 你先打到月線 因為季線在這個位置 短線上就是跌幅有一段了 他突然直穩了 你要強攻漲停 你才有機會讓整個族群都上來 如果沒有那就各走各的路 各走各的路 對 如果沒有就各走各的路 因為每檔股票 籌碼結構都不一樣 有的話呢 如果今天他後面能夠亮燈 那麼下禮拜他還有機會 繼續 繼續夯 因為那叫 復活的股票 有修正 總比你一直追高好 所以呢 大家有時候會忘了這件事 也就是說你可能會忘了矽光子 他還有這個能力 在反撲 為什麼 因為全都是中小型股 你看不到什麼大型的 矽光子哪來什麼大型的股票 都是中小型的 都是中小型的 這超好操作的 所以 如果我今天要去看台灣股市的上面 如果我真的要在年底座上 好好去敲股票的話 我就會去敲中小型股 我不會參與大型股票 你即便是集團股 集團股他會 旗下的股票動 他不是本身 比如說 鴻海 他之前大漲過 可是他經過了一大段的修正 你覺得鴻海集團裡面沒有人在跳出來嗎 通常都是集團旗下的小型的股票先跳出來 因為籌碼比較穩定 我不用扛多少的賣壓 我可以直接攻擊上去 一旦有集團股的股票開始往上走的時候 他會連動到集團的其他股票 這就是下禮拜精彩的地方 所以你要說今天的盤勢 三號星期五感覺不是很好 那你看看前段的股票 前段股票讓你不會有這種感覺 你即便是看到亞光似乎要攻上去漲停的 可是外盤的賣壓很重 那我們就問問看亞光他近期他的走法是什麼走法 他在補量上來 對吧 有沒有太大的問題 我覺得亞光還有機會 為什麼 那來講為什麼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有沒有亞光的這個字卡 為什麼呢 因為 來大家請看 因為他前三季賺了4塊4毛5 去年也不過賺2塊7毛8 有沒有看到 你看他獲利神面好不好 很好 營收在發布的很好 所以我說他身上有這樣的題材 這樣題材不夠豐富嗎 你告訴我哪個有漏掉 特斯拉供應鏈 自駕車 機器人 無人機 是吧 難怪 你沒有那樣的基本面 沒有那樣的題材 是什麼功啊 沒辦法功 所以 你有亞光嗎 不知道 但我有 好不好 對 然後呢 好了 那說著說著時間又差不多了 今天是禮拜五嘛 我再提醒大家 下禮拜啊 喜歡做中小型的 喜歡做那種題材性的股票 喜歡做那種有量股票的人啊 請你要聽好 我接下來要講的 當然呢 基本面呢 其實我已經講夠多了 我再切一下給大家看 因為還有點時間 切一下給大家看 基本面我實在講夠多了 你不管是機器人概念股 裡面有那種 很票悍的 甚至在拉回的 都沒關係 我覺得機器人的題材不會消失 所以呢 上下震盪洗盤完 這裡面呢 有不錯的股票 但是你看到台光電的往上攻了 台藥跟在後面 金像電也相當不錯 你說心腹心怎麼不會動啊 我告訴大家 我覺得他根本就不用擔心 賺一個8塊4毛4的 38%毛利率的 他這樣往下打 那個是機會做波段的機會 好吧 PCB的供應鏈 我之前就講過很多了 有關於銅箔機板 那個之前也跟大家講過了 台藥也都跟大家講過了 所以各位 我們還有很多很多東西 是以前講過的 可是呢 下禮拜 題材要轉到誰身上 你一定會說 現在不曉得 但沒關係 現在重點是 如果有機會能夠賺錢 難道你不想出手去賺嗎 當然要賺啊 那這樣一個震盪的機會是來了 他不是一直往上衝 他是有震盪的 所以呢 今天的弱勢不代表 下禮拜的弱勢 我先跟大家提醒 然後今天強勢也不代表 下禮拜他繼續強勢 好 那資金在轉換的過程裡面 你就要透過什麼 你要透過一個 非常快速的 非常快速的 鎖定中小型的強勢股 紅包特工隊 我們再說一次 下禮拜開始 我們就鎖那種中小型的強勢股 帶你免費做到封關 注意聽喔 這個封關是農曆年的封關 88名 限額88名 等一下要麻煩各位在LINE裡面留言 贏 贏錢的贏 加上聯絡電話 來報名我們的紅包特工隊 免費做到封關 下禮拜的第一個交易日 你就得進去 趕快去賺紅包 好不好 只有88個名額 等一下LINE裡面留言 加上聯絡電話 感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下週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